新加坡羽球公開賽 男子單元組決賽上演 台灣選手兄弟細強的局面 由周天成和許仁豪對決爭冠 最後周天成技高一籌 以21比13 21比13擊敗許仁豪 這場比賽打到我自己的隊友 大家都彼此非常熟悉 我想在前面我還是 速度比較快能掌握到比賽 第二局的前半段中半段 他還是有頑強的把分數給咬過去 這也是一場意志力的對抗吧 因為我昨天那場打到一半的時候 我腳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水泡 所以今天在場上移動是比較辛苦的 加上又遇到這麼好的選手 他其實一直在調動我 所以我的腳移動是非常的吃力辛苦的 但是我也是告訴自己 一定要盡力去救每一球 去拼每一球 看有沒有機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新加坡公開賽屬於 世界羽球聯盟世界巡迴賽超級五百等級 總獎金高達美金三十五萬元 相當於新台幣一千零五十萬元 周天成和許仁豪包下金牌銀牌 分別獲得新台幣約八十二萬 和四十一萬的獎金 同時也創下台灣男單在世界羽球聯盟巡迴賽最佳成績 於新台幣的首lair 新加坡公開 İ backing 感谢观看